無論是家族聚餐 還是全家海邊踏浪 又或是三兄妹一起喝小酒 連上因為車禍不幸身亡的 年輕警察 洪宇傑的臉書 和時尚年輕人的風格很不一樣 少有私人交友圈兆 清一色都是和家人相聚時的流映 在親友眼中 洪宇傑他們一家 感情親密又團結 家裡從事重金買賣租刃 儘管洪宇傑在家排行老三 但看來在父母的眼中 卻以他最為驕傲 出席兒子錦磚 畢業典禮 儘管茫茫人海 但從鏡頭不斷在每個地方 搜尋最小兒子的身影 就能看出父母心中的位置 就連照片也能看出端寧 最近一則PO文 他的母親選了三兄妹 從小到大最喜歡的照片 缸中就屬洪宇傑的最大 甚至連標注也只有他 成活發生後 洪宇傑臉書上最新一篇PO文 是最愛他的姐姐所留 在姐姐眼中 這位弟弟大方又有才華 喜歡唱rap 然而這首洪宇傑的創作 回不去的從前 從歌名到歌詞 卻又有說不出的巧合 似乎已經預言他的命運 有買摩托車也都沒在騎 他都那個坐公車那個 和家人的約定 這些天倫何樂的片段 未來只成追憶 誰都沒料到老天如此殘酷 讓一條真要飛翔的生命 就此人間消失 記者楊格 嚴禁宇 新電視報導